老干龙定下的事变方略是 首先托木公之名 引进戎敌与一渠兵力 铲除心法 其后再将杀戮乱国的罪名 加于戎敌一渠而剿灭之 那时秦国就是老士族天下 谁想推翻组治都是痴心妄想 本来这件大事须当徐徐徒旨 不能轻举妄动 但是甘成失踪却使他目染警觉了 就眼下实力而言 秦国实权还操在变法派手中 元老们虽然都恢复了爵位 却没有一个人派定实职 当此之时只要新军一转向 一切都会毁于一旦 机会稍纵即逝 没有机会老干龙可以等待 有了机会片刻的犹豫 也会招致永远的悔恨 月黑风高 一辆寻常的商人窑车 出了太师府邸 随着人流驶出了咸阳北门 驶上了北板松林 片刻之后 一骑骏马飞出密林 在撂翘春风中向北方的大山 急驰而去了 半月之后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咸阳 义渠国大牛手 亲率十万大军 杀来了 干龙终于松了一口气 义渠国发兵 西戎的狂猛骑兵也就要到了 他要私谋的只是如何引导国军 清理逆党 礼顺朝局 同时防范戎敌乱兵 不要毁灭了咸阳 重蹈州市 好惊之变的覆辙 这次老干龙没有进攻 他在等待 相信国军迎四会亲自到来 隆重敦请他出面定国 那时他的安排将震惊天下 赢四将向周文王为江上拉车一样 亲自在脖颈套上马具拉车 将他一直拉到咸阳宫门 可是三天过去了 赢四竟然没有露面 这天正午 老干龙几人正在密伤朝中大臣任免 突然听得府门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 接着一声高悬 国公军书到 杜志赵良等惊讶地面面相去 老干龙冷笑道 好不小事 不用理会 正在此时 使者已经在庭院静字高声 宣读军书 大秦国军书 凡秦国陈宫 立即前往咸阳北板 以撞我军升威 奉书不前者 急行拘拿 干龙思寸片刻 觉得气味不对 但一想到义渠有十万兵马 秦国充其量也就五万多兵 心中顿时踏实 冷笑着出门 登上摇车 出了北板 咸阳北板的阵势 士族元老们做梦也想不到 在迎四眼里 这场北板大战大大的不同寻常 根本处在于它的震慑率 与象征性 正因如此 迎四率领全体官员亲临战场 形同国军亲征 且强令所有士族元老 必须到北板观战 老干龙来到北板时 被一名全身甲咒的宫廷内侍领到了靠近松林的一面山坡上 这面山坡正好向北 慢慢站着一大片须发花白的贵胄元老 人人阴沉着脸悄无声息 时当初下 广阔的北板山青草绿 秦军两万已经列好了阵势 中央五千步兵列成一个向内凹陷的弧形阵地 当先一道铁灰色盾牌如同一道弧形铁墙在正午的太阳下闪烁着灵灵清光 弧形大阵的边缘立着一面高约三丈的大道旗 旗下一架高高云车 车上站着黑色斗篷的司马错 东边西边各是两个五千骑兵列成的巨大黑色方阵 步兵的弧形阵地之后 整肃排列着一百辆战车一百面牛皮大鼓 战车上站着的却不是车战将士 而是赢四率领的朝中大臣 战车之后 只有一队全副戎装的内侍兵族 没有任何护卫大军 老士族大臣们一片惊恶 纷纷询问议论不止 突然北方沉雷滚动连绵不绝 虚语之间 远远的青色山梁上烟尘大起 一道黑线隐隐展开 随着滚滚沉雷逼近 烟尘变成了弥漫的乌云 将正午的太阳也遮盖了 烟尘下 那道黑线越来越粗 终于变成了漫山遍野的人潮 与山呼海啸般的狂野吼叫 远远望去 遍野都是牛头人身 遍野都是弯刀闪亮 当先的一大片野牛狂奔着 丝毫不比战马的速度逊色 野牛身上的骑士 顶着牛头赤膊挥舞着弯刀 一片狂野呐喊 大片野牛后边 一面血红色的大稻旗 在风中梳卷 隐隐可见 旗面牛头和旗下的车队 驼队 以及大片红衣赤膊的长发女人 东西两侧 则是漫无边际的 牛头步兵 纵越跳窜 呐喊呼叫 仿佛无数山猴戏谑 最后边是潮水般的浓猎兵 扛着斧头 铁垒 锄头 柴刀 木棍等各式各样的兵器 赶着马车呼啸 呐喊着 追赶着前边大军 将无边原野淹没得昏黄 南面的秦军大镇 静如山岳 速煞无声 维闻战旗的烈烈风洞 看看将近两箭之地 一渠大盗旗下一声大吼 牛神在上 停 轰轰轰隆隆的牛群骤然间放慢了狂野的奔驰 涌动磨蹭到大约一箭之地 缓缓停了下来 前方的野牛骑士阵 轰隆分开 中间涌出了那面大盗旗 也涌出了旗在一头怪牛身上的大牛手 花白的长发散乱的披在肩上 手中一杆赠亮闪光的长大铜刀扬起 大牛手突然沙哑地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说老秦啊 就这一哥的兵娃子想挡住牛神财路啊 一个声音从高高云车传来 你的牛头兵列好阵势了吗 大牛手惊讶抬头 你是谁 要和牛神比试阵法 牛神打仗 只说杀法 哼 云车将军高声道 比阵 牛头兵配吗 大牛手听仔细了 大秦国君在此 欲取投降 还来得及 否则 我万余秦军与你也战一场 就只比杀法 大牛手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赢四岁崽崽想个美 牛神要杀光秦人 抱我一起血海深仇 说完 大同刀一举 牛神在上 兵娃子杀 呜呜呜 牛角号声凄厉的四面吹起 轰轰隆隆野牛与漫山遍野的牛头兵呐喊着 潮水般慢卷而来 司马错在云车上 另骑一批 一百面牛皮大鼓雷鸣般响起 中央步兵大阵窥燃不动 带野牛阵冲到五六十步半剑之地 一片尖利耗角 响恶行云 铁盾后的弓弩手刷得粘气 常见如暴雨般射向野牛兵 野牛目标极大 渐渐没有虚发 野牛群顿时猫猫残吼 不是轰隆倒地便是疯狂回窜 秦军射手每千人一个大壶形共是五层 一层射出立即蹲身 后排续射 波浪起伏般鲜接得毫发无常 常见如暴风雨般连绵不绝 持续密集的剑语 将野牛群始终逼在一剑之外 嗷嗷狂叫着无法靠近 片刻之间 五六千头的野牛群大乱起来 自相践踏 向四面山野疯狂奔窜 司马错 两面另齐 同时东西一批 第二通战鼓再起 东西原野上 两个骑兵大三角呼啸杀出 卷向野牛阵后面的牛头步兵 散漫城袭的牛头步兵根本不懂 节阵抗旗的战法 只是狂呼乱吼盲目拼杀 分明成了秦军铁旗的披杀活人把 看看半个时辰 牛头兵锐剪大半 吼叫着向来路逃去 此时司马错又一次摆动手中令旗 三丈高大稻旗立即大幅度的东西摆动 随着大稻旗摆动 北方山原后突然冒出一线散开队形的黑色铁旗 树户之间现行扩展 无边的乌云从天边向一群牛头兵与最后的农兵压来 南面的步兵大阵也发动起来 丢下弓弩 操起与人等高的铁盾与后背大高 随着战鼓的隆隆节奏 如黑色城墙般向一群兵压了过去 南北夹击 中间又有一万铁骑猛烈砍杀 一群不足的十万大军眼看就要被彻底埋葬了 这时 战车上一直不动声色的银丝 突然向云车上的司马错连连摆手 司马错立即下令 大到其便缓缓摆动 石面巨大的铜锣声当当响了起来 这是军阀上的明金收兵 片刻之间 北半原野上的秦军停止了冲锋厮杀 缓缓地撤向战场边缘 突然 百辆战车旁一起飞出 黑色战马 黑色斗篷 宛如一道黑色闪电 直插义渠大盗旗而去 遥遥可见 骑士头上的铜面具 与手中弯跃形的长剑闪烁声光 瞬息之间 一经逼近那面牛头大盗旗 千军万马骤然愣正 谁敢违抗军令独起冲锋 卫带四野军兵 与秦国君臣缓过神来 一渠人海中 一声苍老的长长的惨嚎 黑色闪电又飞了回来 手中却提着一颗血淋淋的白发人头 营寺沉重地叹息一声 公伯何其鲁莽也 红面具骑士提着血淋淋的白发人头 飞马绕着战场高呼 义渠大牛手被迎前杀了 找秦人复仇 这就是下场 义渠不响 全部杀光 没有任何人号令 义渠人漫山遍野的跪岛哭喊 义渠响了 响了 北板之战对士族元老们不斥 炸雷鸡鼎 元老们都曾经有过或多或少的战场阅历 但在变法年代里都早早离开了军旅 离开了权力 对秦国新军已经完全陌生了 况且 时当古典车站向步骑野战转化之时 军队的装备打仗的方法 甚至传统的筋骨令旗都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 二三十年的疏离 完全可以使一个老将变成军事上的门外汉 老士族们熟悉义渠国传统野战的威力 却不熟悉秦国新军 在他们眼里 新军无非就是取缔了兵车 变成了骑兵步兵而已 能陡然厉害到哪儿去呀 当野牛阵在某某的连天吼叫中压过来的片刻之间 元老们一片惊呼 一片悲天悯人的哀叹 却分明渗透出无法抑制的狂喜 可惊呼未了 舒心的笑意就骤然凝固了 秦军强功应弩的威力 叫他们目瞪口呆 秦军铁骑催枯拉朽的冲锋杀伤 使他们心痛欲裂 北方山野冒出来抄了一群后路的那只黑色铁骑 更让他们欲哭无泪 士族元老们在牛头兵的遍野惨叫 与鲜血飞剑中死一样沉寂了 老甘龙成了一根枯老的木桩 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睡 一个人在石亭下呆呆望着苍穹星群的闪烁 望着圆圆的月亮暗淡 望着红红的太阳升起 家老轻悄悄走来禀报说 大公子甘成被山戎蝉鱼押界到咸阳 国军派人送到太师府来了 大公子浑身刀剑伤痕 昏迷不醒 宝甘龙依然枯老的木桩一样勾搂着 没有说话 夜晚再次来临 老甘龙进了狱房 开始了摘解沐浴 三日后的清晨 老甘龙束缚之身 来到了咸阳宫殿下广场 展开了一幅宽大的白布 肃然跪坐 抽出一柄雪亮的短剑 齐刷刷削去了右手五根指头 在白布上大书 木公祖制 大秦洪范 费力写完 颓然倒在了冰冷的白玉广场 极致老甘龙醒来 周围全是素服写书的士族元老 他们打着各种各样的不服 赫然大书 心法逆天 蜀国叛乱如此等等 一片白衣 一片白发 悲壮凄惨 消息传开 国人无不哑然失笑 纷纷纷围 纷纷围拢到广场 看稀奇 正五十分 请命举动 请命举动 营寺丝丝毫没有感到压力 他所私谋的是 如何利用处置元老请命 一举恢复自己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如何使这场国事恩怨就此了结 要满足这些目标 就不是他一个人一道军书所能解决的了 他必须与应该参与的所有相关力量联手 会商结束 车鹰带着山甲立即出宫 调来五百部族五百马队 山甲带领大部军兵去士族各府拿人 车鹰则亲自带了两个百人队来到广场 老士族们正在剃泪唏嘘地向着宫殿哭喊 突闻铿锵沉重的脚步 不禁回头 木然大惊失色 车鹰手持出鞘长剑 正带着一对假式满面怒涩的大步逼来 杜智惊讶高喊 你 你 意欲何为 给我一起拿下 车鹰怒吓一声 国贼数子 也有今日 杜智 量呛后退 立即被假式扭翻在地 结结实实捆了起来 一时间苍老的吼叫接连不断 白鱼鸣士族元老迅疾被捆成了一串 只剩下枯瘦如柴 虚发如血的老干龙 假式们难以下手 只怕捆坏了这个老朽 杀场上 没了手饭 车鹰大踏步走了过来 盯住这个浑身血迹斑斑的老肖 一声怒吼 劈手抓住了干龙脖颈衣领 一把拎了起来 又重重地摔倒地砖上 捆起来 这只贼老肖 撞石柱 割耳朵 断手指 照样害人 死不了 秦国新军中平民奴隶出身者极多 对变法深深的感恩 对旧氏族本能的仇恨 此时一听国卫命令 两名假式大不赶上 将地上全城一团的老干龙 一绳子狠狠滚了起来 一个月后 秦国大刑 刑场依旧设在渭水河滩